大家好 欢迎来到乘兰收入美 我是乘兰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 还有它的应对 加大从7月1号开始实施周运算 这个周运算要普遍减少外州招生的名额 因为他们是公立学校 所以除了本州的学生 剩下的美国本土的外州的学生和国际学生 都算是外州学生 他们的学费都是一样的 这里边要特别减少三所最好的加大 UCB UCLA和UCD的外州名额 我们今天用这个全屏 主要因为这里有些数据 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以前早就说过 加州大学这个十所学校 如果把它放到一个国家来看 它的排名就能够排到可能国家的前五里面 它好到什么程度 这十所学校 对吧 其中有这是七所都是AAU的成员 AAU就相当于是美国的985 在美国加拿大一共是有66所大学 加拿大有两所 美国有64所 它这里边有七所都是AAU的成员 对吧 比如说你像宾州 那只是有四所 对吧 宾大 CMU 匹大 Penn State 这是四所 那宾州还是教育大省 那这个加大这一个体系就有七所 这是很厉害的 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些排名都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在这个本科的排名呢 对吧 从21 23 85 38 这都是排名很高的 那么它研究生排名呢 也是非常强 对吧 排名第9啊 13啊 72啊 都很强 那么呢 在这个新闻周刊的排名里面 就是本科排名 对吧 UCLA UC Berkeley都是这个排名20排名22 那么在这个国际排名呢 UC Berkeley排到第4 对吧 UCLA排到第13 CWUR排名呢 这个UC Berkeley排到12 加大旧金山呢 不是独一的人不太了解 它呢 在这个CWUR排名里排名是38 全球38 在这个US News全球呢 排名15 这是非常强的 但是它呢 是只有研究生院 没有这个本科学院 好 那么呢 这个加大它这么重要 一个学校的系统 那么很多的国际学生呢 其实它的目标呢 都是进入这个加大 是非常强的这个学校 在未来的5年当中呢 UC Berkeley UCLA和UCSD 他们会减少整个外洲学生的比例 从22%减少到18% 这个听起来不多啊 但是呢 它在未来5年当中呢 它一共呢 会减少4500个学生 这4500个学生呢 政府呢 给学校呢 给这几个学校呢 4.58亿美元的财务支持 来抵消这个学费的减少 这里边呢 有一个账呢 就是本周的学生呢 他的学费呢 只是外洲学生的三分之一 比如说像UCLA吧 他的学费呢 是4万5 那么呢 如果是本周学生 只交1万5 如果外洲学生呢 要多交3万 所以他没减少 一个外洲学生来替换 用本周学生来替换呢 他就要减少3万的收入 那么呢 在明年呢 整个加州这个大学的 9所招生本科的学校里面呢 一共要减少6230名 就是增加6230名本科学生 减少6230名外洲的学生 那么呢 这些学生合起来的 他的这个学费的损失呢 一共是13亿美金 这是非常非常多的钱呀 今年呢 这个预算呢 内部的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说呢 这个加大系统加州立大学系统 加社区大学系统呢 都得到了历史最高的州预算 甚至呢 当时呢 有提议呢 就是说呢 要把外洲学生直接降到10% 就是这个UC里面呀 我确实呢 算不出这个账来呢 就是这个州里边呢 他是不是有这个钱 来补充丢失外洲学生 丢失国际学生的 这个学费的这个预算 因为这个加州政府在以前呢 曾经是有过这种对学校的财务承诺 但是没有实施的 有过这个劣迹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其实呢 这里边我觉得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呢 加州的这个政府 他呢 认为呢 本州学生的增加 本州学生的提高 和这个外州学生的接收 或者国际学生接收 他把这俩放在对立面上来了 就是他把这两个放到这个二选一 就是说你或者是增加本州学生 那我政府来给你补钱 对吧 那补钱呢 你就要多交税啊 你政府 你得有钱呢 对吧 加州政府经常破产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增加了这个外州学生呢 那么我本州学生就吃亏了 他这样放在对立面 其实这样的对双方的都不好 我想呢 就是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加州呢 其实他有非常好的 有三个公立大学的体系 一个是UC 对吧 这十所州立大学 那么呢还有呢 一个叫Cal State 就加州州立大学 像长参分校啊 这个三藩分校啊 这都是一流的这个学校 那么这个学校呢 我印象中是有25所大学 然后呢 还有呢 加州社区大学的体系 大概有140所 这个社区学院 那么他这三个体系呢 其实他的面对的 这个学生的对象呢 是不同的 比如说你是家庭比较穷的 或者呢 这个学习呢 还不太开窍的 或者呢是第一代大学生 那么其实他们呢 是很可以去到 这个加州社区学院 这个体系 或者加州州立大学 这个体系 哎你要是做得好呢 你可以很容易呢 从这些学校呢 往这个UC来转 但是呢 这个UC呢 我们前面说过呢 它是十所学校里 有七所呢 都是这个AU的成员的 都是这个研究性 很强的这些大学 那么对这些学校呢 其实呢 他所需要的呢 是最一流的这个人才 那么这些人才呢 并不一定说呢 都是在本地来产生的 这里并不光是一个钱的事 所以呢 在这里边对这大学 UC的大学呢 他们其实是 不是很欢迎 这样的一个决定的 但是呢 因为他是 性质是周立的 这个大学 他也没有办法 对吧 但是呢 对他来讲呢 他当然还是希望呢 能够招收到 全球的全国的最一流的人才 而这个学生的这种 第一代大学生啊 这个学生的提升啊 其实并不是他们的 唯一的这个目标 但是呢 对比如说对 加州社区学院系统 和加州州大学系统 这是他们的宗旨 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目标 对吧 那所以呢 你把这些东西呢 给混起来了 你这个加州的这个 不知道这些政策制定者吧 或者是他的一些民众呢 就觉得 哎 我这个UCLA好 UC Berkeley好 我就要用本周的这个学生呢 往里来这个来灌 来这个增加这个名额 就跟国内似的 比如说 哎 我山东大学好 那么呢 我就山东大学 从明年就把这个 全国招生减半了 我90%都招山东本地的学生 但你这样的话呢 并不一定呢 是对这个大学发展是最好的 你如果大学发展的不好 对吧 你这个排名到时候下来了 你的竞争力 对啊 不如这些私立学校啊 或者不如什么华大西雅图啊 不如其他州的学校呢 那么呢 你的这种优势呢 可能就减少了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杀鸡取卵的这个架势 但是呢 这个加州呢 最近这些年呢 确实呢 很多政策呢 是比较的 你叫左倾也好啊 你说这个过多的照顾这种一些群体啊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呢 他出这样的政策呢 那我呢 并不是感到特别的惊奇 对于美国的这个加州以外的这些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呢 那么你在明年的申请呢 可能呢 就要改变你的一些应对的情况 比如说呢 现在特别指出了UC Berkeley UC LA和UC SD 欠赏国际学生 那可能呢 明年呢 在UC SB和这个 就是UC圣巴巴拉 和这个UC戴维斯 还有UC欧文 甚至呢 UC Riverside 就是河滨分校 对这四所学校呢 可能呢 他的这个外州学生的申请的数目呢 就会增加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呢 很有可能呢 这些学校呢 会在这个研究生的招生下面呢 可能会下功夫来招这个外州的学生 但是因为现在呢 他的这个减少的这个名额呢 主要呢 还是在本科生的这个范畴当中 你这些学校呢 如果他是这种重研究性的这样大学呢 那么其实他很多的研究成果呢 是在这个研究生领域来出的 所以呢 这个学校呢 可能呢 会在这种研究生的这个申请上面呢 研究生的招生上面呢 硕士博士啊 这些呢 可能对外州学生 对国际学生呢 可能会有更好的政策 对吧 你这个学校 你或者要有最好的人才 对吧 或者你要有最好的这个资金 你如果现在这个人才上面 获得限制了 如果资金呢 如果万一再不到位 那这个学校就没什么前途了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明年的这个申请呢 可能呢 本科生呢 就有这个要调整一下学校的这个策略 硕士和博士呢 我认为呢 很有可能的会这个不变 或者甚至是更多的名额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因为呢 这个减少招生的这个政策呢 是从7月1号才开始实施这个预算 而且呢 是在未来五年当中的这个实施的政策 我们呢 也是刚刚来看到这个政策 所以呢 我呢 说一下 这是我的意见 但是我呢 整体来讲呢 我是不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一个政策 我想呢 如果以后呢 可能如果有政策的调整啊 可能这个政策呢 也会有反复 希望是这样吧 就是希望呢 还是像这个国际学生 对吧 中国学生呢 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名校的这种选择 对吧 你国际学生显然不是本周学生 那你这样的话呢 你对这个 至少是对UC Berkeley UCLA和UCD这些学校呢 你就等于减少了这个4500个学生这样一个位子 那减少4500学生的位子呢 那等于说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学校就不存在了 对吧 那么呢 你别的学校呢 你也不能说 我这个是什么南加大呀 或者匹大呀 或者什么这些外州的学校呢 他就扩招 扩出这个4500位子来 这个呢 也不太现实 确实呢 可能是这个竞争呢 会更加强了 因为他名额呢 就是会这样的减少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聊到这儿 希望呢 能对大家呢 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呢 你是正好是在升学纪 不管是升本科 还是升这个硕士呢 可能呢 都要对这个政策呢 要有比较深的理解 然后呢 也要紧密的来观察呢 这个学校的动态 尤其是UC Berkeley UCLA和UC圣地亚哥 他的这种招生的这个政策 但是呢 这个政策呢 它是确实呢 是已经开始实施了 就是明年 这三个学校 要从22%的国际学生 减到18%的国际学生 就在五年当中 这是已经是走上这个轨道了 所以呢 大家呢 一定要有所调整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如果你对美国的留学 美国的教育 有问题啊 包括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啊 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 这是我们的本行 所以呢 我一定会抽时间 来给你来解答 最后呢 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